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金汤大家也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今天我们要用的食材是 主要是黑鱼 在我们这边叫它花鱼 黑鱼 这种鱼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口感弹牙嫩滑鲜甜特别好吃 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我们先把鱼窄出来 第一步先给它拍晕了 放点血 放水过的鱼呢 那个鱼片呢 看起来更像白净 鱼放好血了以后呢 我们给它去淋 接着从背部开刀 沿着脊梁骨开上一刀 花鱼上面的两块肉呢 我们都取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这个骨头啊 处理一下 这个鱼骨取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熬汤了 这个是留着熬汤用的 这些呢都是做汤的 这边的 这里有猪皮 鸡骨架 这个南瓜红萝卜 这个是拿来上色的 先把这个鸡骨架 猪皮这些先给它处理一下 鸡骨架 猪皮给它清洗一下 上面有毛的给它去毛啊 先把鸡骨架 攒成一块一块的 这样就可以 准备一些姜把它切成厚片 好了 我们这个骨头啊都处理好了 这些都是煲汤的 锅里面烧水 加入猪皮 鸡骨架 下锅烧水 水开了以后呢 打掉上面的浮沫 把浮沫打干净一点 打掉浮沫了以后把它捞出来 用清水把它冲干净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煎鱼骨啊 要热锅热油 要不然的话就容易粘锅 在锅里面放一点盐啊 那个鱼骨呢就不容易粘锅 煎鱼也是一样的 煎至一面金黄了之后 给它翻过来 煎另外一面 我们今天要熬的是浓汤 大家可以把骨头整碎了来煎 再弄碎一点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猪皮还有鸡骨架 放下去一起炒 好 姜片也一起放进去 加入一碗米酒 米酒可以去腥 接下来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大火把它烧开 好水大开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打开 好 换一张生锅来煲 开一张小火熬两个小时 南瓜泥和红萝卜一起 这两种食材呢主要是 上色用的 我们先给南瓜去皮 红萝卜也去皮 接下来把红萝卜和南瓜 全部切片 这个是我们调尽丹的小米辣 能吃辣的多放点 不能吃辣的少放点 接下来开始片鱼 这种花鱼它本身就是比较紧实 你无论怎么夹都不会烂 切薄一点容易入味 也煮的容易熟 切好了我们先把鱼片放到碗里备用 我们准备一些萝卜 把萝卜 改刀切丝 切好先放碗里面 接下来是金针菇 稍微给它切一下 酸菜要少量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把酸菜斜刀切片 可以稍微薄一点 准备青红线椒 各一个把它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切好放碗里 再放一点藤椒 好了这边南瓜已经蒸好了 南瓜和红萝卜都蒸烂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蒸好的南瓜打到剥皮机里面去 这个南瓜汁已经打好了 非常的细腻 这个可以直接给小孩吃的没关系的 像果冻一样 特别浓非常的有营养 这边我们的汤水呢已经熬好了 这个汤就是这样浓白浓白的 锅里面无油无水 直接倒入南瓜汁 熬好的汤水 这是刚才我们切好的小米辣 加入半熟 海南 黄灯笼辣椒酱 接下来调入盐 鸡精可以稍微多一点 让它鲜一点 这个鸡汁呢也是提鲜的 醋呢也是一样的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 不要太酸 爱吃酸的就多放点醋 不爱吃酸的少放点醋 然后又一点糖 白糖啊 也不要太多糖了 太甜也是不好吃的 有一点鲜甜的味道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放一点辣鲜鹿 一点点就得了不要太多 这么多就可以 适合自己的口味就可以了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就依照自己的口味来调 反正就这几样东西 烫开了以后呢 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打一下 这些浮沫呢基本上都是油啊 太多油了也不好 好 汤调好了以后呢 把里面的渣全部给它过滤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腌鱼啊 先加入多一点的盐 再加一点点清水 一点就够了 然后用手抓它 要抓到手滑的感觉 好现在就非常的滑了 这个鱼片 接下来我们用清水把它冲干净 要冲干净一点 否则鱼片就会咸的 稍微滑里 再加一点点盐 鸡粉 鸡粉 再次把它抓匀 现在抓起来有点绵绵熟了 看起来有点绵绵熟 特别多 接下来呢就放一点干生粉 继续把它抓完整 均匀就可以了 在外面挂上一层薄薄的生粉就可以 要太厚 要不然吃起来像生粉球一样也不好 好 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它已经挤焦了 这鱼片我们就盐好了 锅里面烧水 这个鱼蛋不容易熟哦 我们先放进去煮 这个汤里面还是要加一点盐的 让它用一个底盐 让它放一点酸菜 一点磨笋 还有金针菇 再去烫一下 水开 就所有的食材就熟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 现在盘底 接下来鱼片下锅 把它烫熟 轻轻的拖一下 让它用力 避防脱姜 鱼片的颜色全部变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加入两勺金汤 滴入两滴木姜油 不用太多哦 给它增香了 汤煮开了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放在鱼片的上面 把这个青椒红椒 还有藤椒放在上面 锅里面烧一点油不用太多 好等到油温冒烟就可以了 给藤椒焦油提香 好了 我们这个金汤鱼呢就制作完成了 这种菜呢就是制作金汤有点麻烦 这个金汤也很多用途的 肥牛啦鱼啦 猪脚啦 这些都可以用 然后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金汤鱼啊 黑鱼呢它肉质比较紧实 所以拿起来的时候就是弹弹的感觉 就是非常弹牙非常脆 而且吃起来也很甜 酸酸辣辣的味道 特别特别开胃 上面有一些藤椒的那个味道很香 里面我们加了一点木姜油啊 也特别特别香 是那种复合型的风味哦 非常独特特别好吃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 木姜油的也可以不放 或者是少放一点 我还是比较爱吃 所以呢我就多放了一点点 特别好吃 鱼片弹性十足 嫩嫩滑滑的 嗯 好吃 大家看到这里呢肯定已经学会了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